來關注三重這一起衝突事件 來一名男子因為喝酒 發生爭執相約在公園談判 沒有想到其中一名男子呢 帶了五名同夥 攜帶利器鈍器包圍 痛歐另一名男子 導致另一名的無性男子受傷 送醫雖然沒有大礙 電影系現在警方也循現 在三個小時將六名嫌犯逮捕 一群人包圍白衣男子 用鈍器瘋狂揮打 男子被毆打在地翻滾幾圈後 仍繼續抵抗 直到滿手流血才趕緊轉頭逃跑 不過後方黑衣男子們 不打算放過他仍持續追趕 直到男子倒臥在地 這群人才逃逸離去 這起群翁事件發生在七號晚間 十點半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公園 根據了解一名二十二歲的 流姓男子與一名二十五歲的 羅姓男子 兩人過去因為黃湯下肚 情緒失控發生爭執 事後兩人相約在公園談判 沒想到流姓男子帶著同伙 共六人一同赴約 並手持鈍器及利器攻擊犯案後 就隨即逃逸離去 由於聲響很大導致附近民眾趕緊報案 警方趕提後先是把受傷的羅姓男子送醫救治 所幸只有些微撕裂傷及後腦勺挫傷 沒有聲明危險 六名嫌犯全部於三小時內查氣到案 全案訊後依殺人為罪罪 妨礙致敘罪嫌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警方調閱監視器並依車牌 循現追查 在事發後三小時內就查氣到涉案車輛 並將涉嫌六人陳述帶回征訓並依法送辦 記得中央報導